然後呢 我們要講就是說呢 意外雪光的流年嘛 因為老公的話 龍邊就已經意外雪光了嘛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12層小意外雪光的流年 哦 好啊 好 我們來揭曉屬牛虎 屬牛虎呢 如果紅到像屬 紅到猴狗虎年的話 特別容易會有意外雪光的問題 例如說 你交通意外啊 還有就是說 你不要酒貨駕車 欸 你們講就不可以酒貨駕車 應該什麼流年吧 對 就是本來就不可以酒貨駕車 如果在這幾年 更容易會被抓包 好 所以心本身就是每一年都不要存在小性的狀態 那如果說呢 你的本命的方法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的北方 老主的北方 有沒有 剛好呢 有這個煞氣的話呢 就是例如 壁刀啊 鞭斬啊 等等的 或鐮刀殺啊 會影響到健康的 剛好又在北方的話 對老主的人會更具影響 那屬牛的話呢 紅到雞年 豬年跟兔年呢 也會有意外雪光的問題 然後在東北方有這些煞氣的話 更會加重 接下來屬虎的朋友呢 如果紅到狗年或屬年還有龍年呢 特別也會有這個意外雪光的問題喔 尤其呢 這個煞氣如果在東北方的話 那更會加重屬虎的影響 對 像你妹妹 對 我表妹跟我們住在一起 她屬虎 所以她這幾年就要特別留意了 真的嗎 而且她的東北方如果有煞氣的話 就會更嚴重 那她住在這裡啊 你幫她看一下東北方 其實她東北方的話呢 剛好是在這個房間 因為她是做東南朝西北的房子啊 所以東北方的話呢 其實煞氣來講沒有那麼影響而已 只是說呢 她妹妹的房間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然後可能她的煞氣呢 房間裡面有東北方 對 自從她的煞氣 好 了解 好 接下來我們再陸續為大家公布 對 重要是救救她老公啊 這邊外推也有煞氣 外面也有煞氣怎麼辦 真的 陽台外推來講的話呢 帶有地區懸空嘛 如果樓下有推的話呢 帶有樓下幫你當墊背 你就安全了 但是如果樓下沒推的話 那你就很危險 那地區懸空的話 我們一般呢 我們都有教過 在這個陽台外推的四個角落可以放上白水金柱 四顆 但是很多客人都很可愛喔 她都只放這樣子 這麼小的白水金柱 其實不夠力量的 最起碼要10公分以上了 才會有這樣的大量 對 那她現在如果對方鄰居不肯七層黃的 她可以放什麼東西 好 窗戶對外的地方呢 可以放三個九宮八寡鏡 然後來做一個化解 或是山海鎮都可以 因為山海鎮的話 剛好鄰居呢 不會對到她的大門 然後他們叫陽台 所以你可以放三海鎮 那還蠻簡單的 會對她們有影響對不對 那這三海鎮就抵掉那些壁刀那些 對 抵掉那些壁刀那些 對 抵掉那些壁刀那些 對 抵掉那些壁刀那些 太好了 抵掉很簡單 好 那就外面就沒問題了 對 居家格局 龍鞭有上下樓梯以及相衝摧殘 真是委屈了老公 不過也讓她甘心如疑 世事為老婆著想 這種大方的男人要去哪裡上門 而化解上下樓梯只要在門口擺地毯 並且黏上三十六枚紅錢就可以解決 而對不外上 你可以用秀宮八寡鏡或是山海鎮化解喔 確定也是男主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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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很大很大 確定很大很大 你們看 怎麼那麼大 這男是什麼 為什麼有太多的 嘿 這是我們家的兩隻新龜 來 出來見客 嘿 他跟我姓 他叫菜龜 然後這隻也跟我姓 他叫菜頭 請問一下妳有這兩隻衣服 沒有 就是單純很喜歡 因為我很喜歡龜 所以我們家有很多龜的東西 那這也是喜歡羊龜 為什麼喜歡龜 不知道 從國中開始就是很喜歡龜 好可愛喔 就覺得 他們是蠻可愛的 就覺得很可愛 這也是一樣的原因啊 可是 你知道 喜歡那頭啊 喜歡那頭啊 其實有些人 就是我們看那種龜友的論壇 就是大家會說 其實羊龜就是招財的 還有人說 如果去看房子的時候 然後放一隻龜 他只要爬到哪個地方 就是那個地方的牌位 不曉得有沒有 這個不真的 因為牧羊或任何動物呢 牠會找牠最喜歡的位置去 那位置比較時常好 對啊 其實呢 時常好的位置呢 其實人都會喜歡一區 那貓咧 如果牠喜歡歪 那裡再留下時常 動物都知道 對 如果沒有 貓咧有固定的定點 像牠就能找到什麼啦 固定 如果牠有固定 喜歡誰的地方 躺在那裡 他固定都躺在我這 真的 真的 可是我只想很好 好 寵物就是會跟主人塞那樣 對啦 好 所以牠養這個龜貓 牠最後是定在這 因為你現在把它定在這 是因為牠爬不出去耶 因為冬天 要把它放在比較溫暖的地方 那牠既然爬到已經定點 妳就應該在定點上去 對 幫牠蓋房子對不對 對啊 我是還蠻想的 只是不好管理 應該就是 房子兩個都定那邊 然後這隻 他們交配的地方這樣 好 那是不溫床 好 是這樣子 我是 太外露了 那邊都有良知在交配 你看 你看得出你真的喜歡龜嗎 你看 你看 對 有了 我不行 我會在排隊 對 是排隊 所以這個 鐵開寵物這個是好的 對不對 其實烏龜 烏龜的龜殼 確實是可以抵擋這個煞氣 如果說你有那種屁刀煞 或是你有烏龜的擺姦 應該是把龜殼 放在那個 牠殼要對在煞氣的地方 牠可以抵擋嗎 就像龜殼 龜殼對在煞氣的地方 對 龜殼應該放在煞氣的地方 所以呢 可以放在那一排上嗎 可以可以 有 我之前也有說 難怪我其實還好 因為其實是龜殼都擋掉了 應該是反而就還好 是先生的搭掉 對 先生不好意思 對 其實我們現在坐到這客廳所在的位置 其實真的看他老公真的很凋理 老師 你剛剛說他這樣一排放在那邊 是可以擋掉對面 那就不用放酒公包過來 對 如果說你覺得那個太宗教了 或是太感覺有點怪怪的話 你就放一排烏龜 那牠像這樣子 牠的龜頭都要朝著這個地方 為什麼要朝內 喔 朝內這樣 類似這樣嗎 老師 所以這裡每一隻都 每一隻都可以就對了 而且烏龜的頭朝外的話 男主人就向外了 對 對 那我還要好多 但是其實我們坐到這邊的話 其實發現他男主人真的也是很可憐 很辛苦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他的客廳的比例呢 跟廚房跟餐廳的比例來講的話呢 其實是母鼻屋了 有耶 甚至廚房更大一點 有 廚房如果加餐廳的話 已經是比老公了 對啊 對啊 這裡之前都客廳 有沒有 這裡 全部都客廳 有喔 你的冰箱是算廚房 喔真的喔 對 從那個位置看的話 老公真的很可憐 對啊 所以女主人的話 她的那個本身的那個氣炎會比較高尚 因為從門口看得出來了 對 室內格局是這樣 而且她這個又穿堂 有沒有 十字穿 從陽台一直穿到我們廚房的位置 全部都空的 其實廚房就漏材嘛 就漏材啦 其實他可以把它補起來啦 然後我們呢 教你一些方法 如果觀眾朋友 你自己家裡面呢 也是有這樣的問題的話 首先你在客廳 然後可以掛一幅畫 我們常常講說掛山水畫嘛 那這個山水畫呢 你就可以選擇 有左右紅圓的山水畫 什麼意思 你看它這邊是陽台 這個氣是往這邊 左邊進來的嘛 然後後面是後陽台 那就是往右邊進來的 所以呢 你可以選擇山水畫是 左 右 有那個 附附的 中間有一個附附的 這個叫做左右紅圓 喔 就踩著鋸到它家 中間 所以藉由畫的這種引導力呢 把這個磁場的柴水引進來 所以如果說 我要挑那種正常山水畫 我不知道會流出哪一種 就選這種是最安全的 最安全的 左邊 右邊都留到柴褲裡面 當然湖泊是 整地 半幅底下都是要湖泊 還是它旁邊還是要這樣子彎進來 可以彎進來的 但是這個 前面的窗不要收邊 像一般湖泊如果有收邊的話 有沒有 它就變成一山石水 喔 要是活水對不對 要活水 要整個就是水就對了 對 其實山水畫的力量呢 其實是滿大的 但是你要調對跟掛對 像它這樣的前後穿的話 其實你就用這樣的方式 把它收集起來 因為有些人 它就是真的很堅持 它喜歡開放式的 如果當你很堅持的話呢 我相信跟你講說 白蟲屏風 你也不會想辦 對啊 那如果很堅持的情況下 那馬上掛一幅畫也可以把它進行 對 好的 但是它就開放式廚房耶 整個就是很開放 就空啦 重點是它 的柴位 全都空了 因為它客製是一個想打掉 這邊就沒有一個L型 對 那這腳踏車是誰的 我的 對 花在腳踏車上 多久騎一次 一個禮拜騎三次喔 有啦有啦 這禮拜還要去比賽 可是它那個角度不能 那個角度不能算柴位嗎 其實它還是在洞房 其實所謂的柴位呢 就是聚寶盆的意思嘛 那聚寶盆呢 不可以放在手動的地方 可是它是很尷尬的 其實呢 是手助腳呢 完全是空的 又是洞房 那洞房來講的話呢 這個地方就放個腳踏車 這貓擦 對 就是貓的那個廁所 所以就會比較容易呢 花錢來講的話 記帳啊 腦筋啊 各方面都不好 所以呢 這個地方如果可以的話 做一個屏風 加一個岩燈聚氣 會更完美 那加個屏風或是 還有岩燈 有有 那岩燈應該把它放進去 擺錯地方 而且呢 這個地方呢 就是如果加一個櫃子 或屏風的話 也可以化解這個 磁字穿堂光源的問題 所以本來這邊 如果有一段床是好的 對 其實也比較有遺失啦 對啊 而且也不會讓你的視覺空間呢 感覺你的廚房 比客廳還大 所以你可以擺櫃子 而且屏風或是落座 過一個隔階 對 有之前本來想說 可能 弄一個小的桌子這樣 對啊 招的 就是 可能弄一個這樣 圓的桌子 然後就有沒有 又又蓋起來 喔 這樣才會有一個財櫃的意思 啊 而且呢 你的房子真的很肉財 其實它真的會賺錢 因為為什麼 太子的賺錢秘息 是因為哪個發財格局呢 漂亮表妹入座 姐夫上頂八條 兩天都跟我們一起出來 你看他們的旁邊很近喔 你覺得這個 不然這邊的感覺是 我覺得該發生的就會發生 因為他太常舒服了 對你啦 你真的覺得那麼對你 他房間還要壞 你看他對外出座的話 他就有點傷心 他可能不會亂搞 因為他自己身體不好